我们今天故事的厉害叫曹操报复仇 话说李绝郭氏 打败了西辽马城之后 身世如日中天 所以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内安然自若 这时候流星马背报 青州有黄金贼三四十万 杀了远州的太使流淡 于是李郭二人发造书给曹操 命令曹操代兵攻打黄金贼 连同冀北的报姓 两人出兵 冀北报姓直接深入敌劲 但是被贼所害 曹操抹底下猛将如允 夏侯哥夏侯淵 曹操朝侯李鼎月静 大败黄金贼 将三四十万的黄金贼收归己有 曹操在嘉宇训练之后 变成一支精锐的青州兵 又得到了眼中 身世日盛 包括巡运、巡幽、城域、郭家、毛贱、余靖 纷纷来投靠他 于是文勇谋成、无忧谋将、人才积极 曹操心想 功成名就了 把他的父亲曹操接到眼周来 共享荣华富贵 曹操原本是姓夏侯 曹操是胎贱 没有办法结婚生子 曹操就过继给曹操 生下了曹操 所以曹操才会又姓曹 又有夏侯的血缘关系 他的父亲因为之前避难 逃到了成流的狼牙 一家老小 大约四十余人 浩浩荡荡就要往眼周出发 途经徐州 徐州太守叫陶谦 陶谦这个人千功好事 原本就很想要结交曹操 所以迎接曹操入城 设宴两天 款待一家老乡 还亲自将他送出城门 并且派自己的部将叫做张卡 带五百个士兵护送曹操到眼周 这张卡他跟这五百名部将原本都是黄金鱼党 勉强投靠了陶谦 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天下了青盆大雨 全身的铠甲被雨水打湿了 那一天晚上他跟五百个部将商量 我们本来就是黄金子 何必要屈居在陶谦底下 不如今天晚上就杀了曹操 将所有的钱财家当抢走之后 入山为控当天晚上 曹操一听到门外 喊声示震杀声示起 才一开门断刀就杀死了 曹操吓吓了一跳转身往后就跑 躲到厕所里面 还是被乱军抓出来之后杀了 一家老小满门四十余人 在这一次叛乱都全部生亡 张凯抢了所有曹操的家当之后 逃到怀乃落草无控 后来有一首诗 曹操兼雄似所欢 曾将吕氏杀全江 流星合护逢人杀 偏离循环报不差 流星马非报曹操那里 说他父亲已经为人所害 曹操哭绝在壁 醒来之后咬牙切齿 这陶谦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于是尽喜典州之兵 而且拉往徐州 所到之处全部要屠城 老少不留 血洗徐州 这陶谦一听就吓到了 平板无故招逢这个厄运 久将太守便让 听到陶谦面临这么大一个危难 带了五千兵前往救援 曹操拍下后蹲 鱼鹿兰姐将便让五千兵全部灭了 东郡从事成功 一听到曹操要血洗徐州 连忙之声来到曹影 曹操知道他是要来做说客 要帮陶谦求情 本来不想见他 但是之前有恩于曹操 不见又说不过去 人生在世透不了两个字人情 于是见了成功 成功跟曹操说 你的父亲为人所派 是张凯说的 跟陶谦没有干系 而且徐州满城宰姓 跟你无冤无仇 何必妄杀无辜 曹操驳大怒 你当初弃我而去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道义了 现在你在跟我讲那么多 我也不会听 于是成功满脸羞愧 也没有脸回去见陶谦 所以也转投靠成有张凯去了 陶谦原本正代要出城投降 曹操跟陶谦说 两军尚未交战胜负未分 现在说投降还言之过早 于是跟着陶谦带兵出城 言政一代 看到曹操的军队千军万一 前面立了两张大白起 写着报仇血恨 陶谦开始解释 原本一片好意 请张凯护送你的父亲到 沿州跟你相跪 没有想到张凯贼性不敢 这实在是是非赌料 曹操揚烟就指着陶谦漫 你这个老贼 重放你的部下杀我的父亲 今天一定要你血在血管 曹操派了夏侯敦当先锋 一马杀出 这边曹曝拍马飞出 两军交战突然间飞沙走死 顺时间天气骤变 两军不能再交战 只好各自退回城 退回城之后 陶谦跟他的副将说 因为我一个人的关系 害得徐州现在围如雷软 大家性命不保 不如我自己赴金请罪 将我自己捆绑送到朝这里 希望我自己牺牲一个人的性命 换得徐州满城的百姓安妇 这时又一个人跳出来 我有一个计谋 可以叫曹操史无葬身之地 这个人叫做弥祖 于是派了承灯往青州填海那边求救兵 自己往北海找恐龙求援军 如果这两路援军到了三路夹峰 胜负魏唐帝 一路一路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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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